已经有70几年历史的 关山镇老字号饼铺 在台湾光复之前就已经开始经营 每到中秋时节就可以闻到 正正烘烤月饼的香味 样式还有种类不划中取宠 传统的绿豆沙 白豆沙就是内馅 包装更是充满怀旧感 不管是关山镇在地的民众 还是外地的熟客 一到中秋就是要选择这一位 关户以前我爸爸在做 到关户以后 在正式有这个店名 我第二代第三代 有三代了 第四代在培育中 现在这个等于是台东县的馅饼 前一省几乎只有台东县 在做这种业饼而已 因为是采薄力多销 差不多7点我们就打面团了 赶工的时候11 12点还在赶工啊 老字号饼店的好味道 连游客也都慕名而来 就为了尝一尝传统记忆中的中秋月饼 我是桃源人 我们这个关山的这个朋友介绍的 特地安排今天来关山娃 特地来寻访一下 吃着刚出炉的就是好吃 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绵密 中秋节月饼不断推成初心 有些人喜欢追流行 尝鲜新口味 也有些人就是喜欢 传统不变的老味道 不管你喜欢哪一种 因应中秋佳节的月饼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东台新闻黄新平 在关山镇的采访报道